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宜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感善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依依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护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适时给走受 和提教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荡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是否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静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 使你满足 他花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雪如羊毛 撒霜如炉灰 他直下冰雹如碎渣 他花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就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力点章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下来没有知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谢谢大家